我看到了邱国正部部长 邱国正部长在前天 前天在立法院里背询 因为星期二星期 星期二星期四呢都是背询的热点 那邱国正呢在背询的时候呢 立委呢就问到说 因为有学者在国际期刊上面 那把地球上面呢 最可能去发展核武器的国的国家 十年内有哪一些国家或者是地区 是最有可能潜在的发展核武器的国家 台湾在在里面 好那大家呢就问着邱国正 邱国正说呢 呃国防建军至至今呢 没有一项讨论或者要筹建核武 那邱国正呢代表呢就中华民国的国军的立场 他说呢我们坚持不生产 不发展 不取得核子武器的相关技术 这句话怎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本来就是说明了台湾不采取建立核武的一个基本立场 但是我们在看事实基础上他也没办法建立 第一个当年的技术人员都已经上了 台湾有核废料啊可以提提炼出来做原子弹呢 第二个很多大学讲我大学图书馆里的资料都可以做一个简单型的原子弹 技术上面并没有问题 那很简单了 人家一个大学实验所都可以做 问题是说你要知道又二三五啊 从核废料的二三五次又百分之几三点多 你要做核子弹要提炼到九十多九成多 而这个提炼是要有庞大的工厂 而且还要很多的技术 核废料不是那么一转眼就变成核武器 你像伊朗混到现在还只能七十不到八十 是根本还不构成做一个原子弹的那个那个核心 所以邱国正讲的对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做 就是你承受反击的能力有多大 台北市人口就那么多好 你拿核弹打人家 人家一发你就完了嘛 北台湾南台湾各一发就结束了嘛 就是说像中国大陆有很多核弹局 有很多城市人口有很多 没有也是一样 大家还有相互毁灭的条件 台湾没有 以前金国先生时代的时候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有没有承受能力 我只能拿一个当贺阻问题 贺阻问题 但是邱国正这个讲法并不代表将来台湾有没有核武器 各位记得巴尔山炮战的时候 美国把屠牛屎盒子飞弹拿到台湾来 但是将来是不是美军把一个核弹放在这边 秘密放在这边 但是为什么这核弹不是你掌控的 是美军掌控 美军掌控是他的需要 持有跟按钮跟使用 完全完全跟台湾没关系 所以我这边讲不无可能 在这个武统或者是发生中美重大冲突的时候 台湾会不会放核武 有可能 就跟石原岛的飞弹发射架 或者是部署核武器 都有 你觉得今天还有可能吗 都有 不是现在就看他做不做 跟巴尔山炮战的时候毕竟已经隔很远了 不 你飞弹在台湾的话 对 对比这从东京那边过来 他涵盖面有更大一点 而且这也是一个外交上bargain的一个筹码 我可以撤啊 你记不记得当年苏联把船运这个核弹飞弹 古巴 古巴克乃迪下面的拼了老命 我给你干一场就把你封锁掉 一样道理 今天同样核子武器摆哪里就跟下棋一样 你看啊 苏联也在跟这个普丁跟这个拜登谈判里面讲 立陶宛波兰你这些核子武器 你抵到我家门口了 你要不要撤 是对不对也是他两个谈判的主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核子武器摆哪里不一定代表他在大 我摆哪里就是一个战术上战略上的一个一个威胁 一个姿态 我可以摆我可以撤嘛 像苏联不是当年古巴撤吗 土耳其不是那边也有飞弹的问题撤吗 或者美金进去布吗 这个东西布跟撤就是谈判的筹码 所以大家看好 这个是不是表面上你有了就是你 有台湾一小时美金部署也不由你掌控 美国不会把核子核能东西随便交给人家的 你你刚提到的就是说在过去呢 美国甚至于有一些有一些的秘密的材料 显示啊美军因为美国美国最后拥有战略轰炸的的这个就说呢 飞飞机大概一九七五年之后就撤离台湾了最后就放在清权缸 之后就撤离之后大概就就不会有 但过去甚至怀疑就是说他曾经偷偷的把一些了战术性的核武器的摆在了清清权缸 这个呢这就是一个大大问题了就我我有两件事情请教一下请教一下这个帅长 第一个就是说你认为今天的邱国阵算他是国防部长 邱国阵的讲话真的能够代表民进党的思维吗 因为最起码这个制作核子弹 这个设备人员 那不是蔡英文藏不住的藏不住的因为美国还有一个圆人会在这里天天在监督啊对不对而且你盒子做出来原子弹做出来投射武器在哪里 轰炸机台湾没有台湾跟台湾现在的导弹的发射能力导弹跟装盒子弹头也是有点不一样导弹 导弹就是很单纯的一个高爆药的弹头那核弹的话那那你就有很多处理了 你想核弹的储存安全跟投射都有另外一套东西的 所以我不认为台湾现在的这个飞弹能够有投射核武器的能力 这个还有引爆的技术核弹的引爆是爆炸引发爆炸的 不是说点个火柴把它点起来的 它这个很繁复的所以为什么第一次轰炸广岛跟这个原子弹 叫胖小孩比我们的一个苏作海大的一个圆穷 对对所以你一个任何一个武器的微型化 从大的你可以做个大的 要把它微型化的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微型化是一个国防科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做核子武器牵扯的问题太多 第二个我就讲台湾就是你打他一发或者摆在那里就是给老共一个忌口 你有核子武器我也可以核子攻击 那台湾能不能承受核子攻击 你传统攻击都承受不了了 你还要面临中国大陆的核武威胁那不划算的 所以邱国顿这个讲法是没错了 坚决表态那我也不相信蔡英文有那个个子去搞这个东西 美国也不会准许你搞这个东西 好那这个是说台湾如果邱国顿的讲法就不生产不发展不取得核武器的制造技术 不过这跟台湾或者台海周围的非核化这是两回事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关注的好比如说 在今年以来的8月之后的引发的剧烈争议的包括东盟国家包括了印尼 马来西亚都都有都有相当程度的反应的就是欧克斯 欧克斯的最核心的就是伴随着澳洲的取消了对于法国的潜艇的订单 然后的美国的跟英国的联手帮澳洲的抓到八艘核动力潜舰 当然核动力潜舰跟核武器说那还是不一样他算是核动力 当然不是核武器那这看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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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他基本上你可以说他可以说是核武部署或者广泛的就核武器的一个前期阶段 那澳洲也也讲得很白了就之所以需要有核动力的核动力潜舰是基于整个印太部署的需要他需要比较远程的逆中的有尤其呢在和解放军的做军事对抗的时候 那最近今年以来的同样引起热议的呢是美国的海狼号的就康乃迪的迪克的潜舰在南海不知道撞到什么东西他最近好不容易前两天的回到了他的母港在华盛顿中的母港 这一路的千里迢迢现在只知道受张非常非常重他是核动力潜舰他是那战术型潜舰虽然呢现在不知道他上头有没有搭载核武器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核动力潜舰 那你说日本日本日日本强调他的他非核啊可是第一个日本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的核电厂他的就是说呢有的提炼技术过去中国一直在质疑他 总是你那些的核核燃料你为什么都都都放着你到底想想看中国其实一直盯着日本你会不会偷偷的就搞核武器 再来就是说日本就算你非核化可是你不要忘了日本日本是允许美国的核动力的航母以及核武器呢进到了日本甚至于进到了横须赫港 好因此你云不允许你有没有发展核武器自己持不持有有没有核攻击的能力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就说那你是不是也连带的不允许任何的有核武器或者核动力的这些潜舰啊或者航母进到了你管辖的水域或者进到你的港口 再来如果说像过去一样 美国呢 没有经过你同意 因为是我我掌控 我就把核武器带来摆着你能够怎么样 像日本一样 那你能够拒绝吗 澳洲也是一样的情况哦 那台湾 台湾有 必要 或者台湾有可能对于台湾的周边的非核化做进一步的表态吗 台湾的因为非核化是广义的跟狭义的 那狭义的就是原子弹的 嗯 这个轻弹 那广义的是包含了你核能潜舰的 核能航母 因为动力 比如说澳洲这个核能潜舰 你现在是虽然里面没有 核子弹 一天之内就可以装上 他要给你就一天装上 所以当然别的国家会抗议 你有 核弹的 那个核能潜舰的发射管发射 对不对都全的吗 我打个岔就这种的比喻就像什么 就像日本的当初的制造是四艘的直升机航母 像初云号 我们是直升机航母你不要说我是航母 这只是呢 直直升机的就说以直升机的作为作为舰载机 可是每个人都都知道 当他只要把甲板前面延伸一点 当他把那就是说垂直起降的战斗机呢 可以摆上去之后 他跟航母有什么不一样 他演习都已经演习了 F35都在上面起降了 什么直升机不直升 只要能够垂直起降 他就是航母 那这跟核潜舰是一样的道理 国际上跟台湾现状况一样 双标吗 对不对 文字不玩个文字游戏吗 所以初云号就是航母 对不对 那一样澳洲那个 我现在对我现在的理由是 我可以走远一点到南海去插手 印太的事情 哪天装了呢 上次受伤那个绝对是有核弹的 当然是 他跑啊 他根本都都不交代啊 我把核子弹放在家里啊 对不对 我要部署的 那所以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浮起来 因为水底下不好 不好处理啊 那你这些受伤事 又会波及到 核能引进呢 那所以为什么有 护航舰带着人来 随他一起回去呢 所以 我的判断是一定有 不然的话 全回去嘛 那伤是重嘛 那救护修护什么 勉强能航业要人在 上来作业 所以我认为 非核 那只是一个很好的 当初很理想 美丽的 这个理想 大家不要搞 但是问题现在是 都在偷偷搞 对不对 你讲的非核 所以我刚讲 邱国正讲的台湾是 我们没有能力 也不想做 也不愿意做 但是你不能担保 说美国 把他带在这里 附属在这里 台湾到 危急的时候也只有 同意啊 也是个保障 什么时候一公开 这边有 很反击 对不对 这是稻草嘛 对不对 抓不抓得住 那是另外回事 我是觉得 台湾的立场 是不错的 美国要不要部署 看美国 对不对 好这个呢 这个这个 问题留给大家想 因为大家想象 台海之间的军事冲突的时候 是不考虑核武器 这一块 可是 如果 真的就是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比如美国 突然间摊牌说 我有 有核武器 就就摆在台湾上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就是 这个这个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过去就发生过 对 所以 摆跟用不用是两回事 因为 美国 资源台湾 元台跟日本元台的 它是 界定在局部战争 中国大陆 武统里面也是 希望 不伤害太多老训 树战树言 守战集中战 就是美国都承认 既成事实 你把这句话理解一下 台湾报纸的不愿意 等守战集决战 把麻烟就骂了给一塌糊 美国人讲的 既成事实就是 守战集中战 你已经 生米醇熟饭了 What can I do 你还没有来 我来不了 那么快 所以这问题就是说 核战一旦有 有一个 插枪走火 世界大战就 我想 美国跟中国大陆都不想 都不想 已经把 这个战争定在 局部战争 最大的限度是局部战争 不是全面战争 那 中国放话也是 你美国要奈华 我就把你在日本所有的基地给你干掉 那这 这就已经快要扩大到全面战争 所以大家就希望在台海周边 玩一场 这个战争游戏 那美国我介入了但是失败了 身表遗憾就完了 那不会把真正中国跟美国 引起一个全面的 决战 双方都不利了 所以我想 我们思考问题 不是看报纸 不是看那些 媒体 你是看 你站着他是一个决策者的心 是的 看问题 国家的大师大非大力 那个角度去看 有的时候憋一口气 忍辱 也得 那个忍下去 就是看大局 好 以前 我一直觉得 有关于核武器啊 核战略 核阻 这些概念 这些都是大国政治的概念 我一直认为就是两岸之间 一般的地缘政治冲突 其实是不太需要考虑核因素的 因为大国都自我克制 可是最近几年的国际政治的气氛 以及呢那个核 扩散的不可避免 就是核技术已经越来越 越平常化 那就很难说 某种的某种的这种尤其是赞助型的这种核武的使用 他的他的可能性是大幅 提高的 甚至最近在讨论的 就是美国高度关切的 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发 发展 你想当我有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 即使我作为战术使用 他当然是有核的核弹头的 好这这些呢 都是在未来思考 就是说真的 没有人希望战争了 我相信了 北京街主流的思考也是一样 打完了之后乱了乱七八糟的干嘛那要花多多少的精神力气 而且呢仇的苦大仇 仇仇 很难收拾 可是如果万不得已 擦枪走火的时候 那就难说了 粘着 绘着 转换 闪 绘着 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